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公正党主席达罗斯安华表示 该党已经接受拉提法退党 因此受委一事不应该再有争议 同时他也认为应该支持首相敦马列的决定 给马列更多空间做出解释 安华坦言 拉提法在受委前并没有亲自联络告知他 但不确定拉提法有没有联络其他党领袖 他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对方受委为反弹委会首席专员 不管怎样 公正党总秘书收到拉提法的退党信 而该党已经接受 也没有理由拒绝 安华补充 拉提法是一名资深律师 既然受委已成定局 应该给拉提法一个空间 最重要的是确保反弹委会的独立性和专业 安华也说 在这件事情上受争议的只是受委程序 他认为应该给马哈丁机会和空间去解释 而在没有听到马哈丁解释前 就不要对该课题妄下定论 西蒙在竞选宣言承诺 国家重要机关的任命都必须由国会级别的委员会核准 避免首相集权 一个人完全掌控重要人士的任命 莱纳斯稀土厂课题一直困扰我国多年 首相多玛丁早前已经允许澳洲莱纳斯稀土厂继续在彭亨运作 不过前提是 必须解决废料问题 能源科学科技气候变化及环境部长杨美英 原本被内阁受命前往澳洲和澳洲政府进行讨论 不料杨美英还没有启程 澳洲就已经坚决表态 不会回收莱纳斯在我国的废料 内阁早前决定让杨美英前往澳洲 并在本月20号与相关部长讨论 将莱纳斯稀土厂的废料运回澳洲的课题 然而双方还没有会面 澳洲政府已经坚决指出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回收莱纳斯稀土厂在我国产生的废料 澳洲金融评论的报道指出 西澳矿业石油能源和工业关系部长约翰斯顿表示 澳洲的立场非常明确 澳洲不会接受来自世界任何地方处理过的残留物 他还说澳洲是原材料的大量出口商 当这些材料在海外加工 对方就需要在海外处理这些废料 约翰斯顿也提到 我国已经向澳洲提出召开会议的要求 而这取决于我国 另外报道也指出 澳洲方面已经针对此事向我国政府发出信函 并在信中解释为何澳洲不接受废料 位于彭恒州隔宾的莱纳斯稀土厂 是中国以外的唯一一家稀土生产工厂 稀土厂的营运执照将在今年9月2号届满 不过首相马哈利已经表示 允许稀土厂更新执照继续运作 早前有网络媒体报道 我国的45台自动安全省觉系统当中 只有4台可以操作 对此陆路交通局发表声明 除了做出博制以外 还谴责说有关的报道试图误导大众 当局澄清 部署在全国的自动安全省觉系统 都可以正常运作 配有摄像头的自动安全省觉系统AWAS 在今年4月投入测试 主要用于捕捉驾驶人士超速 闯红灯等交通违规行为 本地一家新闻网站日前报道 是在全国的45台自动安全省觉系统 当中只有区区的4台还在操作 其他已经损坏 针对有关的指控 陆交局发表声明重申 是在全马的45台自动安全省觉系统 全部性能良好 有关的报道并不属实 声明说陆交局自2018年 接管自动执法系统AES 并将它改良和医名为 自动安全省觉系统AWAS后 截至今年5月 当局已经通过该系统 向违规的驾驶人士 发出16万9051张违规罚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欢迎回来 有关我国雨滩一哥 那德威拉里宗伟是否继续征战雨滩 还是会宣布退役引起关注 预计下个星期将会有眉目 国家体坛昨晚传来消息 李宗伟将在下个星期正式宣布退役 结束长达19年的雨球员生涯 本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李宗伟将在下个星期 也就是开债节假期结束以后 会晤大马鱼总会长 和教练组之后 便将会正式对外宣布 高挂球派的决定 但是消息是否属实 还得等到下个星期 由李宗伟亲自做出宣布 李宗伟在去年患上鼻烟癌 前往台湾接受治疗 尽管李宗伟已经康复并恢复训练 但是至今依然没有获得医生亮绿灯 因此还不能复出参赛 之前奴赛也指出 他将在开债节之后和李宗伟会面 详细讨论李宗伟的下一步计划 消息也指出 即将满37岁的李宗伟 获得充裕的空间 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 有着台湾第一美女称号的44岁艺人林志玲 昨天宣布结婚的喜讯 新郎是小她7岁的日本放浪兄弟成员Akira 对于林志玲赏会的消息 粉丝们都表示很突然 但也开心地送上祝福 林志玲在昨天同步透过各大社交媒体 向大众宣布结婚的喜讯 并且付上和老公的合照 她写道 爱与勇气我结婚了 有大家一直以来的爱与支持 我真的很幸运 亲爱的每一个你 让我们一起幸福 而林志玲老公Akira随后也转发贴文纸 会让对方幸福一辈子 林志玲透露 新郎今年37岁 两人在7年前已经认识 最近又重逢才决定在一起 她认为这是最对的时候不如家庭 最了解 夫妻俩是因为出演舞台剧 赤壁爱而相识 之后维持良好的友谊 Akira指出 他们是在去年年底交往 在过程中认定对方是可以携手 共度余生的人 因此在今年6月6号 正式在台湾登记结婚 每年在开灾节期间 各地的穆斯林都会有不同的方式进驻节日 而在中国新疆 当地的穆斯林会聚集在广场上 在歌在舞 场面非常热闹 新闻结束前一起去看看 我是张忠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